小明星星 dåtta 現在是12月19號星期天 也就是我要出國的日子 沒錯,我的聖誕假期開始了 想要跟各位分享是很誇張 我原本的行程是要去阿姆斯特丹加柏林 然後結果呢 河南政府在昨天 現在也給我申布說封城 所以現在很幽默就是 我應該會改去比利時 然後再加多一些德國的城市們 然後我現在說實完畢 然後另外很誇張的一件事情就是 紐約真的就是要檢測快篩是塞不到 然後現在出國就是政府幾乎都要求要證明 所以我現在其實要奔去機場做快篩 來檢測然後才可以出國這樣 對 反正這一趟旅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 不容易 但是我現在很期待終於 終於要出國放假啦 姐姐的假期開始了 準備要好好享受我的旅行 出發 檢測了 但是呢還要再等一個小時 結果才會出來 奉勸在美國需要出國的大家 看清楚政府的規定 但是一切也很難講 因為我原本是要飛荷蘭 然後荷蘭是不需要做PCR的檢測就可以入境的 做檢測本身呢 大師寫220美金 其實紐約應該有蠻多 路邊的那種或者是政府合作的醫院跟診所 但是因為現在是出國的超級大忘記 昨天前天都在找可以排得到對的檢測中心都找不到 對總之呢 然後最後淪落到機場來 然後做這個櫃的 姐呢 經過6小時的打仗 終於 進到這個 登機門 真的是超級感動瞬間 拿到我的 Bording Pass 帶著我的 陰性檢測報告 疫苗卡 去歐洲現在都是 必備的文件 好現在要去排隊啦 終於 必達荷蘭 然後我現在要搭火車 去比利時 超期待的 我現在終於到比利時了 然後 第一印像是鬆餅 整個被車在門口的鬆餅 我也想懂不行 那我現在就想 馬上去飯店 然後趕快洗澡 今日穿搭 這次包的跟雪兒一樣 超冷的 比利時不愧是巧克力大國 到處都可以看到巧克力店 不打勿章 走到這個 有溜冰場的 聖誕市集 然後 全這邊超級冷 現在 已經蠻晚的 然後還這麼多人 一個人旅行的話 來這邊還是不錯 我就是可以感受一下過節的氣氛 然後不會覺得很突然這樣 好 好 昨天 自從po了我的 Instagram之後 把你的朋友 就瘋狂推薦 我一定要去 安特衛普 對 所以呢 我現在就是 想說 時尚女子還是 自稱 還是得去 下巴 超盛 昨天 逛下來發現其實 比利時的 這個 商店開的蠻晚的 甚至比美國一些商店開的還晚 不至於說 4點5點 就全部都沒東西 然後至少晚上回來 還有聖誕市集 然後 明天我有 大概早上要時間 可以去 觀光一下 露塞爾的市局 然後 現在就是來享受一下 我的早午餐 在火車上面 等等再說 乾杯 哈囉 我到了 安特衛普 初站 已經被這個車站給美豐 它這個 也太美了吧 這個身後 這面牆 天啊 我好喜歡這個車站 它是 用半透明的那種窗戶 像今天天氣很好 陽光就會灑進來 然後還看得到 一點點藍色的天空 哇 太美了 第一印象非常的完美 我現在要上街 尋找 就是 有名的 旺街區 希望可以發掘一些 可愛的小店們 我最愛的 嗯哼 現在整個已經大錯亂 我剛剛從那個 藝術館式的 車站走出來 結果看到 超級商業很好的 愛麗絲樂園在 車站門口 然後 小朋友在這邊玩 就是 迷你的空中彈跳 真的很幽默 然後這個音樂整個不行 歪歪 把我一秒拉回到 拉回到現實 拉到 我現在呢 已經走到了 這個逛街 去 美爾區的 鏡頭 然後呢 再走一走 應該就是 時尚博物館 MODE Museum 也是全世界說 來這邊一定要去的一個 博物館 現在呢 在一間 書店裡面超酷 剛剛一走進來 然後 那老闆就說 欸你知道我們這個書店 有什麼特別嗎 然後他就說 你買一本書 他來幫你配一瓶酒 然後他呢 會非常就是 可能是故事的 故事的主題 或者是書本的顏色 明天要跟我的朋友見面 然後我們說好 就是Christmas要交換禮物 所以呢 就在幫他選書 本來他們就是推薦了我一本 就是小說 幫你特製化 你們知道就是那種 沉浸式的書店體驗 如果你們有來 安特衛普的話 真的不要錯過這間 打勿狀竟然是一個 超級美好的下門日 你們知道旅遊最棒的 一件事情是什麼嗎 就是呢 當商店老闆或是路人 很熱情的跟你推薦這個城市 到底有什麼的時候呢 所以我也非常的 有很多的驚喜跟發現 那個書店超可愛 給我寫了這個 就是小小的攻略 我問他說 如果你只有四小時 在這個城市的話 你會去做什麼事情 我通常發現這個是 最容易取得 就是insider information 的一個 一個好問題 對沒錯 大家可以就是偷偷的學我 他們就是 叫我就是一定要去吃那個 米其林主廚的那個 嗯薯條 所以我現在呢 就是要繼續我的小旅行 嗨我現在在呢 米其林主廚開的薯條店 然後我真的覺得它很特別 它的薯條 除了滿滿的馬鈴薯味之外 外皮酥脆內軟 它有淋上燉牛肉醬 薯條的層次提升到不行 真的不要錯過這間薯條店 尤其是你們是薯條控的話 真的很好吃很好吃 在不如塞的中央車站 真的在不如塞的中央車站出來 真的是正對面就到了 時間是早上的8點還不到半 但是呢 這邊太陽完全升起是大概15分鐘之後 所以可以還是看到一點點就是粉色的天空 這樣子在我的身後 早上呢想要出去看一些尿尿小童之類的 到一下觀光客啦 那我要出門了耶 現在這個小餐竟然有鬆餅機和會是比利時人 各種麵包 各種醬 水果什麼人 觀光客呢 現在來到 聊聊小童本人 哈囉 天啊 他本人也太小了吧 就是一個觀光客的行程囉 打卡一下 耶 我現在呢 在布魯塞爾最著名最著名的大廣場 我覺得他的建築就是 他有一些香精裝飾在磚瓦上面 非常非常的典雅 有一點金碧輝煌 但又不會太過奢華到你覺得 over的那種建築之美 所以我們會不會太過奢華 就給我來看 就是一個小小的光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